事业有成的老男人,娶了一位美丽动人的妻子,结果给她戴了绿帽子,这天,老王和往常一样去上班,她的妻子小美早早在门楼等候她向她道别,但不知怎的,一向对妻子温柔的她,却对妻子发火了,她怀疑小美,是不是背着她干了什么事,毕竟她也不知道,自己那方面不如从前了,小美,自然是不会说实话了,表示她最近太累了别多想,释放完心中怒火的老王忽然变得一场冷静,她对小美说, 刚刚是自己太冲动了,没吓到你吧,说完还温柔地抚摸着小美的手,面对她这样的动作,小美全身,兜起了鸡皮疙瘩,老王便上班去了,没等老王走出多久,小美就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似的,兜起了烟,还怒骂老王就是个糟老狗子,倒不是因为她有钱,早就离开了,此时,她惊意地躺在床上给情人打电话,先是不停地抱怨老王,之后还叫她来家里玩,没过多久,一辆车停在了小美家楼下,一个年轻帅气的男人, 悲速地溜进了屋里,但万万没想到的是,老王刚好看到了这一幕,原来她为了验证小美,是不是真的给她戴了绿帽子,没有去上班,她悄悄从后门进入屋内,果然听到了,小美和其他男人的叭声,她很是气愤,直接操起一把锤子,准备教训她一番, 这时,突然有人按响了家里的门铃,情人小美吓得逃出了家门,原来按响门铃的是老王岳母,岳母一进门,就看到一个男人,从屋里窜了出去,这身影明显不是老王,她意识到女儿出轨了,见到女儿就破口大骂,女儿也承认了,希望母亲不要把这件事告诉老王,岳母自然不会说,毕竟这是个金闺序,而外面小美狼狈不堪地驱车逃跑,老王则跟上了小美的车,和她一起来到了她的公司,得知她是一家健身俱乐部的家, 老王觉得自己输了,但她不想轻易放过这对狗男女